脚是离心脏最远的地方,因为脚上的穴位众多,又通过各条经脉与身体相连,所以脚也是的第二个心脏。 在中医里,可以通过按摩脚上的相应穴位来对五脏六腑,甚至身体的各个部位进行养生保健。 同样,脚趾也像是一面镜子会折射出是否患有癌症。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脚趾能给你透露哪些癌症信号。 足部的黑点,我们总是把皮肤癌和日晒联系起来,所以我们通常不会检查脚上的黑点。 然而,作为皮肤癌中最危险的黑素瘤,就可能发展到不经常接触阳光的部位。 黑素瘤甚至可能出现在脚趾甲下面,看起来像是个黑点儿。 白色的趾甲,对趾甲的伤害或者身体内任何部位的疾病都可能导致脚趾甲出现白色区域。 如果一部分或者整个指甲脱离了甲床,它就会显示白色。 这可能是因为受伤,指甲感染或者是牛皮血引起的。 如果指甲本身很完整但是大部分都变成白色,这有时候可能是更严重疾病的症状,比如肝病,冲血性心力衰竭或糖尿病。 勺子状的脚趾甲,有时对指甲的伤害或是长期接触石油肌质溶剂可能造成凹陷的像勺子一样的脚趾形状。 同时,缺铁也可能会形成这种特殊形状。 足先,足不发痒,磷状的皮肤可能是足选,在20到40岁之间的男性中比较普遍的一种真菌感染。 一种对化学用品或化妆品的过敏反应,称为接触性皮炎,也可能导致臊氧和皮肤干燥和红斑。 如果发痒的足部有皮肤变厚并且出现小点,这可能是牛皮血,一种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 使用药膏可以缓解这种症状。 黄色的脚趾甲,脚趾甲可以揭示我们整体的健康状况。 真菌感染经常会造成脚趾甲变黄变厚。 变黄变厚的脚趾甲也可能是一些潜在疾病的症状,包括淋巴水肿,和淋巴系统相关的肿胀,肺部疾病或者风湿性关节炎。 指甲失损,指甲表面有凹痕是因为指甲在指甲板处的生长被破坏了。 一半儿的牛皮血患者都受指甲失损的影响。 大脚趾疼,大脚趾关节痛的一个最臭名招者的原因就是通风,同时还会伴随着红肿。 骨关节炎也是导致疼痛和肿胀的一个罪魁祸首。 小脚趾不能弯曲,这可能是母僵症,骨质增生关节炎的一种并发症。 大脚趾疼也可能是公草的痴,一种运动员病,尤其是硬的橡木的运动员,由于关节周围韧带损伤导致的。 小脚趾疼,如果你觉得自己如同走在大理石上或是你脚上直球,脚掌下面进拇指根的球形部分的疼痛衍射到了脚趾,你可能是得了磨盾神经瘤,一种通常在第三根和第四根脚趾间神经周围的组织变后疾病。 女性的这种病的概率是男性的8到10倍。 这种病是由于对脚趾的伤害或太多的压力造成的。 爪状趾,这种足部畸形可能是因为鞋子太紧挤压脚趾或是因为诸如糖尿病,酒精中毒和其他神经紊乱疾病对神经的伤害造成的。 脚趾从直球,脚掌下面进拇指根的球形部分,伸出部分向上拱起,并且在脚趾中间部位开始向下收起,如同法刺。 应对的方法包括伸直和锻炼脚趾,或者特制的鞋子,乃至外科手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